近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的第36届太阳岛雪博会上 200多座大小不同的雪雕正在雕刻当中 其中最大的达到100米长 据了解这次雪雕的原料全部是人工造雪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在雪博会人工造雪的现场 十几台造雪机器在傍晚气温降低后 就开足马力全力造雪 将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清晨 据了解这些机器日均可造雪5000立方米 这些雪都是雪博会的雪雕原料 靠着这些人造雪 雪雕设计师们打造了200多座精美的雪雕作品 一些雪雕作品更是在网上获得大量关注 在本届雪博会中 还有一个长达100米的巨型竹雪雕正在雕刻 它的用雪量是35000立方米 高度近30米 整个制作过程有100人左右 它的大小也是达到了历届之最 最后一升雪雕主也会比较大量关注